台北线三重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妇 最近收到了水费账单 金额从原本每个月只有四百多块 暴增到两万五千多元 后来才知道原来是污水处理工程进行的时候 挖破了他们的水管却算在他们的账上 邻居知道之后都笑他们 是不是家里头开了一座游泳池 阿妈像平时一样开水洗菜准备开火 不过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一期的水费账单 居然从平时的四百多元暴涨到两万五千元 阿妈和先生拿的水费单一点无奈 因为平时没有收入 不管用水用电都很节俭 谁知道最近两个月的水费账单 居然比平时高出六十倍 想要哭出来 那么多钱干嘛 水桌口来线布 帮我说 跟我们家里面说 你们家都来你们家都来 我说是怎样 你看你看你看 你们家都走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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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 已经两千几百了 游妈妈游妈妈 你家要开游泳池了 污水下水道来我们里内做 污水下水道 那可能是他们在施工的时候 不小心把他屋内的水管打破了 原来水被暴涨的原因是 污水下水道施工 或天然气管线工程进行的时候 挖破了水管 导致大量漏水 不过自来水处 现在只愿意负担一半费用 有关单位又互踢皮球 现在还好有里长出来协调 不然市井小民面对这种难题 真的是无可奈何 好 好